大家好,我是Margaret,今天跟大家介绍新股 2551广东精科电子股份有限公示 股份公开发售日期为2024年10月31日至2024年11月5日 暗盘日为11月7日,上市日为11月8日 保证人为中信证据,招股价为3.61港元 每手股数1000股,一手入场费约3646.41港元 集资规模约1.21亿港元,如成功上市 市值大约19.21亿港元 公司简介方面,精科电子是中国领先的融合 LEDGA技术的智能视角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的专业领域涵盖汽车智慧视角 高端照明及身形显示 根据着色咨询的资料,以2023年收入计 公司于中国高端照明行业的国内器件 同模组製造商中排名第三 在同行业所有器件同模组製造商中排名第五 公司主要业务渔客汽车智能视角 公司的汽车智慧视角产品主要包括 集成电子部件、光学键、散热键、结构键 和连接器的车前大灯、车尾灯和内色灯 同应用于车前大灯的大功率率器件和模组 如ADB模组 以及用于车尾灯和内色灯的中小功率率器件和模组 高端照明 公司的高端照明产品主要包括高端照明器件和模组 新型显示 公司的新型显示产品主要包括用于直下色 或侧入色背光液晶电视的LED器件和模组 综合选业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概要方面 截至2024年5月31日指5个月公司收入为8.43亿元 年内利润为0.32亿元 毛利率为18.3% 按分部划分的收入方面 截至2024年5月31日指5个月 汽车智能视角产品收入为3.65亿元 占总收入43.4% 毛利率为15.3% 高端照明产品收入为2.54亿元 占总收入30.1% 毛利率为24.8% 新型显示产品收入为2.24亿元 占总收入26.5% 毛利率为15.7% 在未来计划及所得款项用途方面 公司计划约70%将用于扩张集团的汽车智能视角产能 持续推动汽车智能视角业务发展 满足客户需求 完善区域化布局 将一步提升市占率 约20%将用于技术创新及产品升级 持续提升集团的技术水平 加速前缘技术研发 优化及扩充集团的产品线 扩大研发团队 约10%用作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以支持集团日常的业务营运及增长 从投资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会被2551广东征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星评价 在面对劣行业增速缓慢的背景之下 公司积极谋求转型 在2018年 征科电子和吉利控股共同成立领维视角 然后在2021年9月 征科电子有收购领维视角的控股权益 并将其业绩合并入账 这标志着公司正式涉足汽车智慧视角领域 据卓式咨询的资料 这智慧视角行业拥有巨大的全球市场规模 按2023年的收入计为1920亿美元 中国作为全球最庞大及最原备的汽车制造 照明及逆征电视产业集群脱运移出 因此汽车智慧视角 高端照明及新型显示为 行业中尚未饱和且最具潜力的市场板块 具有最大的技术进步空间及最大的发展潜力 公司有望从中受益 从投机角度来看 新股部门会比2551广东征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升评价 10月港股市场较为沉悶 上市的IPO部分跌穿上市价 市场情绪不热烈 征科电子早在2016年就曾在新三板上市 后在2019年主动退市 并于同年年底向科创板递交上市申请 但在2020年年初 上交所对征科电子发出首轮问津 征科电子并未回复首轮问津 并于几个月后撤回上市申请 此番转占港交所并不令人惊讶 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深度绑定吉利 过度依赖的问题突显 若主要客户减少或停止采购 又无法在短期内寻找到新客户 业务及盈利能力或会受到不利影响 中上所述 公司建议的认购策略为现金认购 本人李晓妍为证监会持牌人士 以上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不扣成买卖要约 新股新玩法啦 用资零利息 有仓底免入按金 开户奖赏一万元 详情看回费立证券网页啦